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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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定价更是超过15万美元 屏幕大小 显示效果和产品定价都可谓震撼人心 参与苹果MicroLED项目的人士称 苹果早前的目标是向自言MicroLED率先应用于大屏显示器 但由于成本 技术实现难度 项目风险等诸多因素考虑 最终决定在Apple Watch上先试试水 同意 三星显示选择智能手表作为MicroLED大规模应用的原因 大概也是出于成本和技术实现难度上 智能手表一方面更看重高亮度 低功耗等优势 保证续航和户外的显示效果 对其他方面要求相对较低 另一方面 小尺寸和业务规模也意味着在成本和风险上相对可控 而MicroLED的归合难其实是一体的 正是量产环节存在大量问题 导致良率较低 价格居高不下 核心的原因 还是太小了 类似情况在芯片制造工艺领域也是 目前最先进的工艺制程是3纳米 全球只有台机电和三星掌握 每前进一步背后都是大量的工程和技术挑战 苹果产品的屏幕生产 由于其技术受限 所以一向受到三星 LG等厂商的协制 技术不能自己掌握的感觉 苹果知道 那就是两个字 B区 所以 大家懂了吧 苹果要是不自研MicroLED技术 等到老对手三星垄断该技术之后 苹果一旦想让自家产品配上MicroLED显示屏 免不了被三星撬住杠 苹果和三星向爱向煞多年 苹果有钱 又不傻 自然而然 苹果想要通过自研屏幕技术 来和三星进行部分技术上的分割 因为误在自己手上的技术才是真的 当然 按照苹果的调形 等到全方位掌握了自研技术的生产应用后 肯定还是会下放工厂 要求供应商以转线生产保工 事实上 最早在2018年就有媒体报道 苹果正在自行研发MicroLED屏幕 彼时苹果才刚刚在iPhone X上 从LCD切换到OLED 但在更早之前 苹果就已经看好了MicroLED技术的应用前景 2014年 苹果收购MicroLED初创公司LuxU 整个团队随之整体冰住苹果 目前 由负责自研芯片的硬件高级副总裁 詹妮收这领导 总而言之 就目前来看 苹果的计划证实 所有产品都要在技术上多点为了实现全面自研 苹果在产业链布局上的前瞻性 完整性眼光 确实是行业内属一属二的存在 这样一来 苹果一方面减少了对外技术支持的依赖 同时也能高住产品壁垒 提升企业的安全价值 另一方面 也能规避今后的许多技术问题 减少未来更多的技术开支 当然 随着苹果的自研之路再进一步的话 苹果的安全稳定是有保障了 果链上的其他供应商 都会遭受重挫 这时候不想想出路 供待何时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看好苹果MicroLED的自研之路吗 欢迎与我们交流互动 想了解更多数码咨询 请订阅关注JeffreyTech 我们下期再见